今天的新闻头条带您锁定 牵动东亚局势 国际瞩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美国行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时间星期五中午到访美国白宫 与美国总统欧巴马举行高峰会 随后他在智库发表公开演讲 展述重振日本的政策方向 并希望美国对日本保持信心 他也谈到敏感的钓鱼岛主权以及北韩河问题 周五下午在白宫午宴之后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来到华府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 发表题为《日本再起》的演说 公开阐述其主要政策 安倍晋三的演讲全部与英文进行 日本并没有成为第二国 日本将继续成为国际秩序和公约的倡导者保卫者 以及美国等民主国家的有力盟友 他还阐述了自己就任后振兴经济的三大政策 包括宽松货币扩大支出和结构性改革 谈到钓鱼岛主权问题时 安倍说从1895年到1971年的漫长年代里 没有任何国家对尖格列岛主权提出挑战 我们只能承担任何挑战 现在和未来的挑战 没有任何国家对尖格的确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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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针对朝鲜核武问题 安倍说中国是对朝鲜最有影响力的国家 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美国和国际社会应继续对中共施加压力 让其在朝核问题上发挥作用 演讲结束时安倍晋三再次希望 美国对日本保持信心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